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香港呢,今年夏天它这个暴乱,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闹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呢,他们是反送中的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觉得说,你反送中 为什么要扯上中国政府啊,对吧 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要是不想 修改这个条例的话呢,那你就说 这个条例为什么不愿意修改,对不对,这又不是 共产党要求说,把这些人送到中国大陆的 就是中国政府呢,应该是也不在乎这个 因为正常事件,中国政府如果是想 把这些人给地解到中国大陆的话呢 那就早就提出来了,还用得着借着 这么一个去台湾的杀人犯这个机会吗 对不对,还用找借口吗,这根本就不用啊 而且从来没有提过呀 然后呢,我们越来越就感觉到呢 他们好像反的并不是送中,而是反中哎 尤其是当林郑月娥说,那这个送中这个条例呢 就逃犯条例的修改呢,那就暂停吧 然后他们还不依不饶 然后又说,那寿中正寝了,那他们还不干 就觉得说,就是为了那个词语吗 就是一定要撤回吗,对吧 到最后呢,林郑月娥说,那行 答应你们撤回,但是他们干了吗 他们还是没有干 他们一开始提出来了说五大诉求 第一大诉求呢,就是撤销那个修改条例 第二条呢,就是撤销对暴动的认定 第三条呢,就是把抓的人全部都放掉 第四条呢,要求调查警方 然后第五条一开始呢,就说让林郑月娥下台 林郑月娥还求他们说,你别让我下台呀 我干得好好的呀,我还有两年多呀 什么的这些哈 哎,到最后呢,我们就发现 他就这个五大诉求呢,就悄悄的 好像第五大呢,就有所变化 到现在呢,他们最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双普选 我认为呢,他们最根本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双普选 这一次呢,这个逃犯条例的修改呢 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契机 他们真正的目的呢,就是双普选 双普选这个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这一次刚提出来的 那他在8月31号那天呢 就大闹而特闹 他们的真正有意见的东西呢 实际上是全国人大的那个831决定 这个事情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来龙去脉 他这个真普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真普选 他这个普选啊,是来自于基本法的 他说你基本法里面已经保证了 我们要实行普选 但是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普选 首先呢,我们大家就来看一看 这个基本法里面关于普选 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个基本法里面关于普选呢 有两条进行了规定 一条呢,就是第45条 他双普选嘛,就是两个选举 一个是这个行政长官 一个是立法会 那我先介绍一下 就说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立法会呢 他是分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就是选区直选 那个选区直选 大家好理解啊 就11月24号的时候呢 他分了18个选区 这18个选区呢 要分别进行 大家一票一票的投选区 他们区议员 然后这个功能组别呢 就有一点复杂了 他们这个内法会呢 一共有70个议席 这个选区直选有35个议席 然后功能组别呢 也有35个议席 其中我们经常听到的 叫建制派 建制派有25个议席 建制派都包括哪些呢 他就包括商界 有14个议席 商界就包括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 自由党和武党籍的 这是商界 那第二个呢 就是传统的建制派 有8个议席 其中包括民建联 我们经常听说哈 民建联是一个 还有香港工会联合会 还有呢 港九劳工社会团体 这三类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乡视派 有三个议席 其中呢 就包括新世纪论坛 有一个 还有武党籍 有两个 这样呢 14个加8个加3个 这就是一共25个 那剩下来的10个呢 有一个是武党派的 那还有9个呢 就是民主派 有9个 民主派呢 实际上 它也叫泛民主派 为什么叫泛民主派呢 其实它包括 几个不同的民主派 这9个议席呢 其中就包括 公专联有两个 民主党有两个 公民党有一个 接工有一个 教协有一个 教协有一个议席啊 听注意 然后呢 武党籍的还有两个 这样加起来呢 这个功能组别 一共就是35席 其中建制派是25席 然后泛民是9席 然后武党派是一席 一共35席 是这样的 好 这就是现在来说 这个立法会 它的组成是这样的 两部分啊 各35席 一个呢 就是分区直选的 另外呢 就是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呢 就是分别选举 比如说这里面 还有教协对吧 教协就是教师协会啊 教师协会 然后他们选出来一个 还有什么 律师协会 选出来一个 什么会计师协会 选出来一个 就是功能组别 分功能的 是这样的 这是立法会 我稍微说一点哈 他这样搞呢 其实很容易 就让他们 有组织的进行暴动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说 哎呀 律师协会 来进行 他们出来游行了 就是他们 其中他会选一个呀 他们那个议员呢 他就会号召 哎我们这个协会 然后现在我们 我组织来上街游行 他说是没有组织 怎么会没有组织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今年夏天 经常看到说 律师协会上街游行 会计师协会 上街游行 什么教师协会 上街游行 对吧 这都是因为 他这个议员呢 分了这个功能组别 然后再说 这个林郑月娥 这个角色 行政长官 他是怎么产生的 行政长官 现在来说呢 他有一个 这个选举委员会 检举委员会呢 也是有四大界别组成的 这四大界别组成的 选举委员会呢 一共有1200个席位 这1200个席位里面呢 分四大组别 四大界别 这四大界别呢 分别有300个名额 各有300名额 一共1200 那这1200个 选举委员会 他们来选 这个行政长官 现在来说呢 就是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 这两个选举 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现在呢 他们就要求说 要进行普选 那普选也是有根据的 他们就说 你香港的基本法 许诺的一个普选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香港基本法 它是怎么规定的 香港基本法呢 第45条里面 它是这么规定的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 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它有两个条件啊 看实际情况 第二个呢 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 这个东西 真的是说的非常的虚无 最终达至 由一个 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提名后 普选产生的目标 就是说 这个行政长官 他的这个选举 最终要达到一个普选的目标 然后立法会是什么情况呢 立法会是说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 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最终达至 全部议员 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刚才我说的 他现在分两块 一块是35席呢 是普选 然后另外呢 35席呢 是功能组别来决定 他的终极目标呢 就是这70个席位 全部由普选来产生 那这里面规定说 是看实际情况 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那是不是说 现在全国人大 就非得不同意他们普选 就以这个为借口 非得不同意普选呢 不是的 其实不是 全国人大呢 早在2004年的时候 就提出来 是不是可以考虑 这个普选了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 全国人大就开会提出来说 可以了 这个一个是立法会 一个是这个行政长官 都可以 这个条件呢 都成熟了 可以考虑这个普选了 要求香港政府呢 对这个普选 来进行咨询 调查 和开展这个准备工作了 那香港政府呢 然后呢 就开始着手这个工作 那社会上呢 整个社会呢 都可以提出来一些方案 就征询意见嘛 都提出方案来 那很多人呢 就提方案 这其中呢 就有人提出来啊 这个方案呢 关于立法会 你没有什么方案可提 因为立法会说了 这个法律就说了 全部的议员 进行普选 这是没有一个方案 对吧 就是普选嘛 所谓的方案呢 就是这个行政长官 因为这行政长官呢 这个法律啊 基本法是说 最终达至 由一个 有广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员会 来提名 然后才普选 就这个提名委员会 怎么产生 这个呢 大家就有了 不同的意见了 有一些人呢 就提出来说 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呢 要加入由这个群众 直接提候选人的 这么一部分 甚至有的人 就那个戴要亭啊 就占中那个 组织者戴要亭 他提出来说 就全部由人民普选 就跟那个立法会一样 全部由人民普选 就不要这个提名委员会 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分歧 就是说 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 由谁来组成的这个问题 还有人还提出来 就是原来 不是有那个选举委员会 有1200名吗 但是呢 大家呢 普遍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原来有那个选举委员会 1200名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这是一个共识 就是绝大部分人 都是在这1200名 和四大界别 这里头来考虑 在这儿进行考虑 那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把其中的一部分 商界的那个300名呢 给他去掉 然后这300名呢 就由这个全体公民 由公民来投票 来决定 这300票 有的人呢 我刚才说了 就那戴要亭 他提出来说 这1200名就 totally就不要了 就全部由公民来决定 还有呢 陈方安生 还提出来说 就是让更多的公民来参与 不光这1200名 甚至提出来说 1500名啊 或者是更多 提出来这些个方式 后来呢 全国人呢 就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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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就是按照 基本法的规定呢 就这个提名权 是由这个选举委员会 来提名的 就还按照 以前的那个选举委员会 来提名 然后呢 由大家来普选 这个是那个831决议 全国人大 在8月31日 批准了 或者做了最后的一个决定 就香港这个特首的普选 怎么个办法 就是由那1200名 四个界别的 选举委员会 由他们来提出来候选人 然后呢 再由全体香港的这个 有投票权的选民来投票 是这么一个普选 那这个提出来以后呢 那些主张 由全体人民来决定候选人的那些人 就不干了 甭管他们的程度有多高 对吧 甭管是他们主张 就是全体人民来决定 怎么个决定法 有多大的比例 但是呢 只要是这个全国人大 把他们这个否了 他们就不干 尤其是那个戴耀廷 戴耀廷是主张 就全体公民 就跟立法会一样 全体公民 大家一人一票来选的 也就是现在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双普选 那他呢 就不干 那从这个8月31号提出来的嘛 然后9月份呢 他们就有很大的 就表示了他们反对 一直到9月27号 他们就发起来了这个战中运动 也就是雨伞运动 战中运动 占领中环运动 这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就战中运动 就要求真普选 他认为呢 中间有这个候选人提名的 这个选举委员会 提候选人 这就不叫真普选 真普选就应该是群众 一人一票这样来选 中间不想要一个选举委员会 他这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 那在2014年的时候 战中运动 他们到最后呢 给那个平息了 平息了这些年以来呢 他们一直都是不服的 不同意831这个决定 坚决不同意831的决定 所以林郑月娥她产生的时候呢 也没有用831的这个决定 全国人大做出来的决定呢 就不能得到实行 这个呢 就很变态 我认为就是中国搞的是一国两制 就是呢 全国人大不是最后的决定权 全国人大做出来一个决定呢 他要想生效 还必须得由香港的立法会 三分之二的通过 然后才能够生效 结果呢 香港立法会呢 他们投票的时候呢 就是831决定 就没有通过 为什么没有通过呢 就是功能阻别 这个建制派的这些呢 他们就自动弃权了 不知道为什么 建制派这25席 他们自动放弃了 那剩下的泛民呢 再加上那些的议员啊 区议员啊 然后他们来投票的时候呢 那就成了一个多数了 多数投票反对 所以831呢 就在立法会没有得到通过 这是一个很变态的 全国人他的决定 竟然还需要一个 地区的立法会 来最后审核和决定 这是很变态的 这是不应该的 好 所以呢 直到现在 这个831决定 在香港呢 并没有实施 按说林郑月娥 那一次呢 就应该用这个831 来进行普选 但是没有 然后因为 这个831的决定呢 没有进行普选呢 那立法会也没有进行普选 立法会现在仍然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功能组别的35席 一个是就普选的 分区直选的35席 但是他们呢 一直都是希望能进行这个双普选 就是戴耀廷提出来的 那个双普选 大家一人一票的选 否则的话 他们认为就不是真民主 其实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 这是忽悠那些个民众 民众也不懂 在这个世界上呢 行政长官的选举呢 一般的来说 都不是群众一票一票选的 都有一个提名的 而这个提名呢 根本就不是群众的提名 不是民众的提名 你比如说美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他有一个民主党 有一个共和党 他都是共和党提名一个 民主党提名一个 然后大家投票选 对吧 你共和党提名和民主党提名 这完全是他们党来决定的 跟你民主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也没有闹吗 你要按照香港人这标准的话 这也不是真普选啊 加拿大就更不是了 加拿大甚至是什么呢 加拿大就是 我们有党对吧 这个党呢 都有一个党魁对吧 这个党的党魁呢 就是他们选的这个党魁 然后我们选什么呢 我们就选我们地区议员 我们选完这个议员以后 哪个党占有的席位多 哪个党的党魁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国家领导人 然后加拿大国家领导人 他可以指定每一个部 这个部那个部 他可以随便让谁上任 让谁上任 我们加拿大那个外长 还是原来是一个记者 一下子就成为加拿大外长了 这是为什么加拿大的 这个外交搞得非常的差劲 所以这民主啊 并不是说是一个万能药 甚至它根本就不是个药 它就是个毒药 我认为 这个民主就是个毒药 就是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 鼓动你们这些个国家和地区 让你们乱 真的是这样的 好 现在呢 大家明白不明白了 就是他们要的双铺血 是怎么回事 就是中央政府 有没有给他们双铺血 中央政府呢 坚决不同意 他们的那个 那些个建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央政府认为 它不符合基本法的精神 因为基本法说了 是由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来提名的 而不是由群众直接来提名的 所以呢 中央政府呢 坚持那个831的决定 而且831的那个决定呢 提出来以后 连实施都没实施 就想废除啊 那是不可能的 好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